好 跑 好 完成 簡直就是歷史性的一刻 全方位你已經感覺到它是非常健康非常精神的 懸掛系統 OK 轉向系統 OK 煞車遺動 OK 發動機 不OK 我現在知道它是否OK 就要等它能不能打開 所以馬上開車 真的 要救掃把佬一定少不了豐田 這部同樣的道理 因為整了太久了 然後各方面的情況 這個電池已經死了 它只是放在這個位置而已 基本上就不能開車 如果我要知道這部車可不可以正常開車 是需要豐田來救駕的 沒問題 正常操作 過缸龍手持 踏著它 好緊張 歷史的時刻開始了 好 究竟穿不穿到呢 來吧 好緊張 人靠衣裝 車都有這樣的道理 其實理論上 一部車這樣已經是完整 只不過沒有冷氣而已 它已經可以開出街 飛到周周星了 只不過加上那些裝備 椅子、椅子、包裝之後 才是大家看到的正常 好 我現在看看能不能開車 它已經活過來 你聽到沒有 啪啪啪響了已經 有電到 這部豐田不夠力了 這掃帕路日久失修 豐田也救不了它 不要省錢了 換一部新電池呢 來 加油 好 好 換夠新電池 看看穿不穿過 看穿不穿過 又失敗了 你倆美這部電池新的 二手的 喂 拿個新的電池過來 你給我省過幾個水 看我幾個水的人 你看不懂我 你倆新的電池過來 哪個貴拿哪個 我要全身 100%全新 我不要翻身電 我不要懲懷電 我不要二手電 快點 倆美走小火打你 臭小子 唉 什麼修理廠 被我帶壞了 新電池都沒有 他說在這裡做停滑車 就是停滑電的 新電池要等明天才有 等條鐵 那邊等得及了 充電機上 對啦 用充電機 這樣強力 充電之下 這部電 不需要很久 它就可以回春 哇 聲音的聲線的乾淨程度 好像是比做之前要更加美 其實你們現在會聽我們開到的 我試給大家看 接下來是完全沒有規範的 只可以封閉場地 經過專業訓練才可以這樣走 我將專用的整車專用椅子 實目加上真皮 我數一數它 看波箱的東西正不正常 好棒啊 我現在等它正常 在機件運轉的情況 還有是水箱冷卓的情況 看看水溫會不會有問題 那方面的情況 等它過一過 如果全部都OK 整個翻身工程 已經進入最激動人心的步驟 就是慢了 然後我要做什麼呢 我將廚車切換了保護膜 我就要將表面的死皮 你看這邊我已經磨了 看到沒有 我會磨光 將那些面質全部磨光 然後 這部車已經進入了全車的外觀噴漆 翻身 所以明天這部車就會推入漆道 去做全車的外觀噴漆 噴完漆之後 機件正常了 我還有各種的微調 包括使用定位 避震機 還有那些 好像來入戲的行程 還要做微調 其實這部車已經距離膠車不遠了